今天我们请来了 安州的baby的化妆室 来给我们一比一还原 最近爆火的一岁感落泪妆 说实话我都忘了打花 哈喽 这是我们的狮子 欢迎来到狮子的朋友圈 今天的朋友圈呢 是带大家来測暗的 因为网上万人血书球的baby 在心动信号里那期 梨花带雨 很易碎版的眼妆呢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 原版正通的化妆丝 来给大家一比一还原 没错 这次美丽老朋友 元希老师 元希 元希 其实元希在新组之前呢 我们就已经合作了一款妆容视频了 但是没有想到元希 这么快又出爆款妆容了 小红书点赞过万了 我就刷到好多片 求baby的同款眼妆 碎钻感的眼妆就显得很高级 对 美丽和美丽都有一些小红 印象中带的是灰色 但我们今天买了两幅网都在说 他们就可以确定是这两幅的 明星帮我们选一下到底是哪个 你戴着眼睛我才能评 像什么样 不然我真记不住 元希你自己如何评价一下 这次化的妆 其实可能就我自己感觉 那天我禁止了 我误了 因为那天我就记得是 有好多粉丝都想看他早期港风那种 妆容 但其实他最早的那种 妆是在自己画的 好厉害 那眼角的下面 这个位置有花一点棕色眼线 颜色可能用的跟之前有点区别 OK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妆容吧 摸个精华吧 可以印一下这下 想用 这不舍得语气怎么回事 平时都不舍得给别人用这个 但有的时候不好买 这个位置推上去 然后推到耳根推下来 做一个提栏 就是一般给艺人化妆 这个车叫水肿 薄醋和发湿人手一瓶的 质族面霜 这边好多 我前一段更严重了 我之前就长地口 你那几颗跟我俩 但是我这个好久没长了 我可能是烦了 我以前是很干很干皮肤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油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圆溪空瓶的 代科的粉霜 CT的定妆粉霧 噴到海绵蛋上 圆溪今天第一次过用代科 它整个的磨皮效果 我是要优于CPB的 如果你皮肤状态好的时候 其实CPB优于代科 但如果皮肤稍微有一点小颜色 我觉得代科就优于CPB 我现在又要来上我这个体量的 我又买了个新色 这个色号叫BABYE 我上次那个视频 好多人私信这个 我已经用到新色 刚才我用它当提亮 我觉得最牛的是皮发那个纹 你看我这边的凹险 这个眼窝 在这里 你看这个纹 类沟这个苹果肌 这里兜起来了 遮瑕来一点点 上次元席用这个蓝透遮瑕 上全脸都不卡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稍微遮一下眼睛上面的血管 让后续眼影更持久 一个棕色盘和一个粉紫调的盘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来增加氛围感 打底色别铺太多 除非就是眉眼间就特别宽 尽量就是在你睁眼之后 双眼皮上方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选一个这种 一条头的刷子 不沾颜色 把这个边稍微的揉一下 圆头的刷子 棕色这一盘的这个颜色 平铺在你的双眼皮下边的地方 加眼影 加深的话 有点偏金棕色的一个 闪一点的眼影 被夹在眼尾的这个地方 这一步很有那种眼角带泪 那种恋爱感 那我们今天画这种 就是易碎感眼妆 在眼影色系的选择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选那种 饱和度相对低一点的颜色 哪怕手重一点 它不会说显脏 不管你打底也好 加深也好 都是选那种中性色 然后不要选那种特别暖的棕 或者特别冷的棕 一个是会增加氛围感 然后一个是让显得年龄感会很小 眼线笔啊 就穿了一块 很平价的一个眼线笔 二十几块钱吧 二十几块钱 它好在哪里 感的色很好 雾雾的棕 虚虚的棕 就和这个氛围感妆容很搭 就一般眼线高画就很湿了 对 它很湿 很深 很重 对对对 你现在还是DUP的那种 防水眼线也比 就上期视频 那跟大家安利过 吊水都不画眼线也比 我每次画我眼线就觉得很佳眼镜 因为你有时候眼线可能画得太上 这个准儿和你的那个颜背 就有点重合 颜到一起了 根儿在这儿平着拉出来之后 它能拉长眼线 今天我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把上次没露出来的睫毛 今天用一下 据说很难买 但是非常喜欢的睫毛 它很细 而且它是一根一根 很像是一睫毛刷完之后没有感觉 上个睫毛打底吧 爱都刷 它有一点颜色 但是又不像睫毛膏那么重 然后就不会显得睫毛像苍蝇腿 我们刚刚想给这个睫毛起个名 突然看到一张图 突然就有了灵感 叫十人画睫毛 怎么太真实了 烫完之后它立马变得很翘 迷上的一个睫毛 打底吗 睫毛定型吗 但是它就可以把这个睫毛都梳到一起去 张张的就捏着捏着捏一下 捏一下 现在就是你这个单根单根的是这样的行吗 就我是把这两个捏在一起 它中间那根毛就会浓一点 对 贴个下睫毛吧 现在它排序是均匀的 然后再刷睫毛膏 来我们开始做加深眼尾的步骤 扁扁的刷子 眉纸调的一个深色 加这个中间的棕色 贴着眼线的这个根的地方来加深 眼尾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加深一点 这次baby装了整个给人一种 就是那种眼里有星河的感觉 眼线我们有一些能够就是比较凸显高级感的 很模糊的很模棱两可的亮片 都画完我最后给你 躺着掖给你们 最后怎么加的 我觉得眼线比画在内眼角 这个很像baby嫩膜时期的那个 要想画全毛眼线 我们平时用人画全毛眼线的话 可能就会显得有一点灵力 这样加一点 你会加一点情绪感在里面 来吧 画眉毛了 小扇形 对 就在元气这里发现宝藏 其实这种用眉粉画的就是 还是我觉得会偏雾感 就没有那么灵力 更温柔一些 加一点点根根分明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这样就会融合一下 Hourglass 对 它刷完不会结块 颜色也比较自然 baby嫩膜 下一步要到腮红了 今日氛围感关键 腮红就是这四个 先用这个橙色打底 打全脸 尽量位置可能有一点点靠眼下 稍微横一点点打 脚突出苹果肌的 可以多在中间一点点 干枯玫瑰色 可以再加重一下眼下的地方 可以增加一些氛围感 用这个橙色来跟下眼影做一个衔接 这块粉色就可以把边缘虚化掉 然后它又可以提亮 我这腮红太有讲究了 肉眼看上去 这个腮红真的像区别扣出来的一样 把它都告诉别人的 口红就是3CE的这两根 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 可以先贴着下面这个画 把它颜色填出来之后 然后上面就是一点一点一点 虚化开不用是勾一个很死的边 那么对你的颜色很像是唇装 这个唇装很神奇的地方是 明明不是我们上次画的 背变那种就是比较勾线的唇形 依然会很有背变的影子 终于终于我们等到今天这个易碎感妆容的最后一个点心之笔 还是这个紫色的盘 第一个颜色 然后就可以点在眼头的位置一点点 因为它里边其实有混合一点粉啊紫啊蓝色的那种珠光 这种碎段感 为了打造那种眼里有星河的感觉 眼球的下方跟刚才那个金色的亮片做一个融合 有种有七八八的感觉 打鼻影秀了 就比较我打鼻影秀了 打这玩意打得少 底头提个亮 很累啊 这整个妆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试我们刚片头跟大家买下的一个悬念 就是baby这次的同款美瞳 两个都是全网呼声最高的 一个是强声的安世优的灰金棕色 另外一个呢是 雷红香波的这个颜色 给我现在两副美瞳都戴好了 然后让袁夕来评价一下 那天应该戴的是灰色 但是你这么戴完 我觉得紫色好看 灰色它实际很大 就会显得眼睛很有深 紫色又很有氛围感 这两个美瞳绝绝死了 所以我觉得网友 网友真的很厉害 你们好厉害啊 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两个都可以买 我觉得都是好看的 你知道这个类学怎么出来的吗 就是哪怕是明星皇上师他也有失手的时候 然后演戏把眼线笔插到我的眼肚子里了 但是很好看 这个眼妆绝了 全王首发baby一岁感眼妆 现在已经摆到这里了 戴整个妆完成之后 我觉得这个妆跟平时的妆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会有baby平时一点点 就是比较女人味的一点 像眉型啊眼线啊 还是沿用baby比较常用的眉型和眼线 但是什么眼妆又增加很多氛围感 和一些情绪感 所以眉型的妆出来之后就真的很有情绪的感觉 那本期的易碎感妆就到这里啦 我真的好守我的元席 因为每次元先生都给我伴出一大堆知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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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